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联合国水利环境学院于肥再生利用专家兰斯教授等人共同参与 假如我们在经济上可以发现它是可以达到我们的负荷我们的经济规模 我们可以在台湾可以让它全面推广的话 那这一个不只解决我们的污染问题 事实上也可以制造出很多的新兴产业出来 这跟我们现在在谈的这个再生能源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 所以今天非常高兴来参加这一个会议 也恭喜彰化线有一个 我个人还没去看 所以我相信我有机会我会去拜访一下 一个成功 起码从数字上看起来 一个非常成功的模组 我们期待未来 我们在台湾有更多的这样一个案例 然后最后把它变成我们台湾畜牧产业的一个特色 又可解决养猪场的污染问题 产业剩余的水肥 能够转化成为再生的能源与资源 并且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机制 来建立我们政府机关跟业者的伙伴关系 不仅可以达到减污 节能减碳 而且是财务可行的一个综合的效果 也更是我们国内第一个地方政府 结合国际的知识的力量 还有我们国内专家学者的力量 来在我们公有的土地上 来建立起一个先导性的示范场区 那直接能够取用中小型养猪场的水肥 来进行一连串的处理转化运用 将过去大家嫌悟的废弃物 避之危恐不及 可能造成环境冲击影响的水肥 我们把它转化成 可以充分运用的滤金新能源 将水质净化产生有机的肥料 并且从水肥中产生了新的 早气发电的机会 东罗创新加值园区的建制启用 使得旧卓水溪长久以来为人所诟病的水环境出现改善契机 彰化县政府将同时推动 东罗河狼创新营造跨域整合计划 以东罗西河狼为改善营造区域 搭配深植回收利用计划与整合节能减碳 创造地方特色营造魅力和狼新样貌 公益频道林俊明台北采访报道